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怎样先有求必认 在佛门里面佛家常说 佛事门中有求必认 你们看了凡四份 魂谷禅师对原了凡先生那番开始 他是圣人之道 为什么说有求必认 因为佛懂得这个道理 了解事实真相 你想求如理如法地求 就一定能得到 我想得个瓜 你不去种瓜 天天在祷告求天上会跌个瓜给你吃 哪有这种道理 这是无可能的事情 佛怎么教你求 你想得瓜 教你种瓜 你才会得到 你要求财富 佛讲财富的恩是什么 财富的恩是财暴事 你才会得财富 你一世之中 我们看到有很多拥有亿万财富的人 他的财富从哪里来的 过去生中财布施的人 他布施得多 他布施得大 这个大是深量大 他布施得欢喜 他布施得自在 你一生发财 好似不用操心 自自然然 财源就滚滚而来 就是这样的事 过去生中无重因 你一生想尽办法也得不到 无论用什么手段都是白费的 只是做罪业的 聪明智慧是果报 法报师是恩 健康长寿是果报 无谓报师是恩 你如果懂得这个道理 你就会自在 就会如意了 将一切妄想分别执着 不正当的方法 通通舍弃 规规矩矩 如理如法去求 众善人一定得善果 这个道理不可以不知的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 欢迎订阅频道 开启小铃铛 也可以扫上方的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影片通知哦 请不吝点赞 请不吝点赞 请不吝点赞